再来就是说 除了己所不应勿施以人以外 要自己本身的忏悔反显的能力 就是行有不得返求助己 老实上说 接物是跟一切人物相接触 包括我们对自然环境 对天地鬼神 范围非常大 我们跟他们交往 应知己所不应勿施以人的理则 你对鬼神的一样 你对大自然 现在我们说大自然反扑 尤其最近在流行的非常严重的 人类有历史以来 这一次算是相当严重的一次 我们一生新冠会 非常严重 几乎整个地球都受到影响 我们大中华地区 香港 澳门 台湾 新加坡 华人地区 日本 韩国 全部都受到影响 欧洲也很严重 意大利 伊朗 这是什么回事 人类对自然环境 对一切万物 对天地鬼神 对这些小动物生命 我们也没有做到 己所不一物事以人 还有现在非常猖狂的 灰洲的蝗虫 温利灾跟极井灾 现在几乎都同时来 这就是什么 大自然的反扑 我们自己不愿意被人嫁给我 我就不可以嫁给别人 比如说我们在周伦的道理里面 我们大神主书里面 我们不愿意别人毁谤我 那我就不可以毁谤别人 你养成不毁谤别人的习惯 以后你就不会有被人家毁谤 你现在不断去做人 人我示威 去做别人示威 将来你就会被人家说示威 我不愿意别人恶意批评我 我也不能够恶意去批评别人 所以起心动念 眼里照做 先要这样去想想 我应不应该起这个念头 应不应该说这种话 应不应该做这种事 坦白说 凡夫三系六出 一恋无名生三系 禁忌为远长六出 六根对六臣 都是心水进转 不是进水心转 所以怎么办 一记佛话词到底 真恋佛人 不会起这个念头 真恋佛人 不会说这种话 真恋佛人 不应该做这种事 恋佛是最好的关照 一记迷陀空甲中 一记迷陀就能够做到空观 甲观 中观 如果你能做到一记迷陀空甲中 一心三观 那当然倒归极乐 就是佛 最后一个字 第四个字是佛觉 觉者 阿弥陀佛 一记迷陀就是空观甲观中观 最后那个佛就是入地一地 一心三观 所以前面那个阿弥陀 空观甲观中观 是修德 后面那个阿弥陀的佛 是信德 信修不二 那一心三观 阿弥陀就是一心三观 就是观照 最后倒归极乐 就是佛 第一地 就是中道实相 这个佛就是中道实相 就是诸法实相 就是第一地 我们一般讲叫中道实相 佛说的最高境界法门 不如法门 所以老和尚说 不应该起这个念头 不应该说这种话 不应该做这种事 这是古今圣贤 待人接入的总原则应当学 行有不得 比如说我们好心为别人做好事 但是得的果报相反 反而吃力不倒好 学菩萨说做不请之有 帮别人 做事 反而变成里外不适人 吃力不倒好 就跟这里讲一样 你好心为别人做事 得了果报是相反的 自己反而要受灾受烂 受苦受罪 这就是修行的地方 各位 谁的故事 这是谁的故事 老上说不是别人的故事 是自己的故事 这叫做行有不得 有几个人可以做到 做到你就是圣贤 做到你就是菩萨 问题是我们都做不到 那我以后不帮别人了 我不想做好事了 就是什么 退转 这叫行有不得 缓球出几 就是叫我缓醒 不要怪别人 别人没有错 错误决定在自己 是不是你 你做的事情 你说的事情 没有智慧呢 考虑不够作严呢 做法不够圆满呢 你要先检讨一下 别人没有错 错决定在自己 这一生 即使没有错 前生也有错 老上说 即使今生没有错 前生也有错 过去是跟人家解恶言 过去是跟人家诡谤人家 因果讲三事 一知前世因 今生受走事 一知来世果 今生做走事 我今天做好事 为什么还得不好的报应 自己可不要灰心 这个不好的报应 正是消自己过去世的业障 最终是这句话 所以 行得不得反自己 其实是好事 你知道吗 是消业障 今天做的好事 为什么得不到好的果报 自己要提起这个信心 这个不好的报应 正是消自己过去世的业障 你过去是你毁谤人家 你现在帮人家做好事 被人家毁谤 那不是等你消你前世 那毁谤别的业障吗 一报还一报 这样就好了 你业障消了 这个毁谤的业障 就不要到三个道具受报了 我们也晓得事实真相 这就是事实真相 因果不空 因果痛三事 叫做事实真相 心就贫 不会怨天尤人 不会以人造成误会 对立 斗争等种种悟悦 老和尚说 他参加三次的国际活平会议 老和尚在会议上说 这半个世纪来 联合国召开 几多次的世界和平会议 老和尚还问一句话说 为什么世界还不和平 缓球诸己 应该是我们的观念错误 错在哪里 比如说 我对 你们都不对 现在就是这样 大家都欠借 悲天悯人的心 大家都欠借 明包物语的心 大家都欠借 人我众生是一体的 老和尚这里讲的 世界为什么不能和平 因为大家都是 我对你们都不对 我对你们都不对 其实这句话 看起来很简单 用在任何事情上 夫妻相处也好 兄弟朋友相处也好 父子母女相处也好 亲戚之间的相处也好 怎么会有战争呢 怎么不能够和平相处呢 就是因为大家做不到 你们都对 我不对 大家都坚持 我对你们都不对 讲到这个 今天发生一件 非常遗憾的事情 发生在我们新北市 靠近我住家不远的地方 新店 一位在等他姐姐下班的 一位年轻人 才刚到棋楼下面 跟他姐姐发 这个索机简信说 姐姐我已经到了 就被一个 盲撞的一个年轻人 跟他妻子为了一顿晚餐 怎么吃吵架 在车上吵架 这个有一点精神 异常的这位年轻人 竟然拿了 这个生一片的刀 当场把路边 无辜的这个 年轻人当场杀死 他是一个孝子 这就是这样 夫妻吵架 如果能做到说 我不对 你都对 怎么会吵架呢 造成一个命案 一个人的冤死 所以老和尚说 这样的观念 我对你们都不对 这样的观念 是制造冲突 而不是化解冲突 应该要将这个念头 改正过来 说你对 我不对 这才是叫做 棘手不一物事以人 懂吗 我们把老和尚这一记忍悲的开始 好好用在我们的家庭生活 我们的工作之长 我们带人处事 我们行住作物 怎么会有人跟你在冲突呢 每个人都是 你对 我不对 每个人都是 你对 我不对 天下不就太平了吗 问题就化解了吗 老和尚还特别加强义气说 别人错了 也是对的 我对了 也是错的 老和尚是慈悲到极致 慈悲到极点 别人错了 也是对 我对了 也是错了 这谁做得到呢 佛 还有菩萨 别人错了 也是对的 我对了 也是错了 年龙口的人 听到老和尚这么开示 非常惊讶 我就做不到 做不到 老和尚说 做不到也要做 真正做到了 在我们这一生当中 就可以化解一切冲突 吃进世界和平 做出真正的贡献 所以和平是从自己内心化解 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 以行为做起 这叫做和平 你看一个有智慧的宗教家 一个有智慧的觉悟修行者 我们老法师 对年龙口的这个世界和平和尚 做这样的一个开示 这就是智慧 大智慧 这叫正法源 正法源才有办法 开示这样的 究竟解脱的境界 和平是从自己的内心 化解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 以行为做起 所以我们希望 老法师能够长住世间 那些众生有幸 世界和平就有望 所以老法师说 你要相信 只要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那和平是可以做得到的 但是问题现在 我们人跟人之间 很容易起冲突 尤其是家庭 或是夫妻 我们说家家有本来念得进 夫妻吵架都会讲这句话 家家有本来念得进 有苦说不出了 事实上 你好好去体悟 老和尚刚讲那几句话的开示 行有不得犯求自己 你对 我不对 别人错了也是对 我对了也是错的 和平是从自己 内心化解对一切人事物的对立 以行为做起 那这样难关就可以过关了 就没有熬不够的困难 所以我个人 听完老法师这样的开示 我有一个小小的反省 就是我们现代人应该怎么去做 做一个无争的人 在生活上怎么去落实 现代人的冲突 从来为反求自己 你从日常生活 很基本的方面去做 做人 不要去怪任何人 好的人是给你快乐 坏的人 其实是给你成长跟反省 关心你的 是给你温暖 伤害你的 其实是给你精力 跟考验 以及淬念 所以你要感恩 所有意见过的人 所以老和尚说 三人行 必有我是 一个是善人 一个是恶人 另外一个是你自己 老和尚也常讲 感恩所有的一切 你意见的任何一个人 都是有因有缘的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怪别人 抱怨别人 只会增加自己的怨气 不会增加别人的怨气 自己今天很心累 很烦恼 很劳累 那不如你 协会看破放下 看淡一点 你放个角度思考 想开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怪的 为人处事 一条问题 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这叫反求自己 我现在讲的这一段是比较白话 老和尚是比较 圣人的一言 所以你多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少去责怪他人 很多时候 有些问题 看起来是别人造成的 其实是自己造成的 所以用老和尚那句话 是很好用的 老和尚说 你对 我不对 还有别人错了 也是对的 我对了 也是错的 因正老和尚讲这两句话是非常好的一铁药方 所以做人真的不用去怪任何人 因为真没有这个必要 是别人的错 何必难来惩罚自己呢 是自己的错 为什么去责怪别人呢 一切因有 都是有自己心造起的 所以我们活在这个世间 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多一些诚恳 少一些计较 多一些包容 少一些算计 多一些支持 少一些诋毁 多一些帮助 少一些刁难 己所不义 勿施以人 你将心比心 就可以得到人心 我用后面这一段 比较平实 平白的生活语言 来勉励大家 你用这样去关照 你会过得非常幸福美满的生活 这是提到数字一字 终生可行 彼此借关 自当猛行 我们聆听老法师的开示 受用良多 人家费不愿意 忍不着